把水果制成冰棒 除了可以延长保存期限 而且比市售的冰品更健康天然 在做水果冰棒的一个重点 就是要先把水果冰硬 如果水果没有先冰硬 先把它打成果汁的话 它很容易造成果肉跟果汁的分离 那这样做出来的冰棒 其实它的效果跟口感比较没那么好 如果把水果冰硬了 再去做一个冰棒 其实它打出来会比较绵密细致 而且果香会更明显 香蕉容易变黑 去皮切块后先沾泡柠檬汁 保鲜膜封起冷冻两小时 香蕉从冰箱取出 退冰十分钟 放入调理机打泥 刨鲜柠檬皮倒香蕉果泥 拌匀增加风味 香蕉果泥挖到塑胶袋里 制冰盒里先放小片香蕉 再把果泥挤进去 用抹刀把表面抹平后冷冻两小时 香蕉冰棒就完成了 要让冰棒味道更丰富 可以粘裹巧克力 再撒上坚果水 好吃又好看的香蕉巧克力冰棒完成 另一款蓝莓优格冰棒也很简单 蓝莓洗净磁干以保鲜膜封起 冷冻两小时取出退冰十分钟后 入调理机打成泥 放入适量的优格和蜂蜜再打匀 挤进制冰盒里冷冻两小时 就是蓝莓优格冰棒 可以利用鲜奶油和蓝莓果粒装饰 让冰棒更漂亮 另外也可将蓝莓改成草莓 面乳取代蜂蜜 做成冰棒后 裹白巧克力 撒草莓果干 就是酸酸甜甜的草莓冰棒 鲜果冰棒 简单又好吃 现在就来试试看 邓新闻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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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